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说在学习我们这边课程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开发的IDE 那什么叫IDE呢 就是一个开发工具 那像我们市面上比较多的 像有的人喜欢用VM 有的人喜欢用AddPlus或者Notepi的 包括这个Subline 那在这儿呢 一个好的开发工具呢 能给大家带来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使用的一款 Zend Studio这样的一个IDE 那这个Zend Studio呢 也是由我们Zend的公司 开发的一个专门来写我们P2P的 这样一个工具 好想用这个工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来安装 以及如何来使用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我给大家下载的是一个破解版的 大家按照我们这个教程呢 就可以来安装成功了 首先呢我们把它解压一下 解压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 这是一个Zend Studio 10.0的一个版本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在线升级也可以 首先我们来双击 像平时安装软件一样 来安装它就可以 好 这是它欢迎界面 点Next 接着选择一下它的安装位置 我们把它安装到G盘来一个Zend Studio 安装到这就可以 接着点Next Next Install就可以了 安装成功之后呢 首先我们需要干嘛呀 需要来进行破解一下 在破解的过程中呢 可以看到在这儿呢已经有一个文件 交给大家如何来破解 这个软件呢可能按的比较慢啊 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只用按照这个步骤呢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破解 那下面呢还可以来焊化 那焊化呢 如果喜欢 不喜欢英文的朋友呢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软件焊化一下 那我习惯的也就用原来的啊 这样的一个英文的形式来进行讲解 就可以 安装这个Zend Studio这个开发工具呢 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来安装一下 搭建一下我们这个P2P的环境 那因为我们是在Windows家来进行讲解 这门课程呢 首先我们就基于Windows来搭建我们的P2P环境 等以后呢我们学完Linux Linux呢这门课程之后呢 我们再基于Linux家来搭建我们的P2P环境 都可以 在这呢正好它在安装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安装搭建我们这个P2P环境的时候呢 首先相应的安装包也给大家下载完了 像我们之前介绍过Lam这个环境组合 那L呢不用说是我们的Linux 那现在呢我们是基于Windows来搭建的 对吧 就是一个Windows的一个安装包 那接着再往下 Apaq 首先看到在这呢我们安装了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Apaq的一个小软件 包括我们的P2P呢也给大家下载好了 一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安装一下就可以 还有就是啊说一下我上课的一个风格 首先呢上课的时候呢 我喜欢我们的笔记呢 通过这种思维导图Mand Manager来给大家讲解 通过这个呢 画思维导图的形式呢 大家看起来更直观 大家在整理这个课程的时候 或者说整理笔记的时候 以这种思维导图的形式是一个很直观 而且思路很清晰的一个形式 我们上课呢就基于这个Mand Manager来做我们的课堂笔记 那现在我们写的例子呢一会儿也是告诉大家 每一天我们把例子放到一个DEMO中 一个文件夹中就可以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个软件呢也比较简单比较好用 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它 好首先看到我们这个软件已经安装完了 Zend Studio已经安装完了 Finish Finish之后呢你看就可以看到 来运行这个软件了 那可能第一次运行呢 它需要进行一些初始化 所以说稍微的等的就稍微长一点 运行之后呢首先你看到它会让你来试用 或者说满 或者说你可以提供一个key 在这儿你首先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licensekey 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站到这儿 站到这之后你看到是一个插着状态 按照我们的形式 第一步先不把它打开 安装完之后 首先我们这块有这样一个文件 有这样一个架包 把这个呢放到我们的Zend 安装目录下的Plugins中 插件中 把这个找到 放到我们的安装目录下 G盘下 Zend Studio Plugins里 粘贴就可以 粘贴之后呢你选择复制和替换就行 之后呢你再来双击打开我们这个Zend Studio 同样的第一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还是让你来输入 这时候呢你再把刚才这段码 这个密钥 粘过来 点Continue 你看到此时呢就已经变成对号了 对号的情况下就代表你已经破解成功 Continue就可以 Continue之后呢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这个Zend的第一个处置化界面 好你可以在这来看到有一个Valcom 欢迎界面 在Valcom中 在它的右侧你看到 可以搜索一些安装一些插件 像你的PLP的一些工具 包括以后学的JS 包括框架数据库等等 这个工具特别好用 第一个先教大家安装一个Imit的插件 你搜索Imit 这也是我们在写静态一面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工具 它可以帮你快速来开发Imit 我们也是会在上课的过程中 用到什么快捷键的也会告诉大家 搜索完之后呢 只用点Apply Changes就可以 安装完之后呢 它会让你重启这个Sense Studio 那证明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之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软件 很快就完成 好 稍等 立刻的重启就可以 重启之后呢 你这个Imit软件 这个小插件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它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来开发页面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带着大家来试验一下 在以后的课程中呢 我们也会来使用 好 你看 看到在这儿在它的导航栏这儿 一个Imit这个小插件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看到它之后呢就可以来使用这个插件了 那接着往下来看 这个软件安装成功之后 第一步我们要先学会如何新建一个项目 在这儿呢 首先右键 new一个项目就可以 选一个project 选完之后 你看到以下有这么多 我们要选择哪个呢 选择第二个 localpeerpproject 点next 新建项目 新建完项目之后 我们来起一个项目的名字 假如说我们叫Math学院 edu Mathedu 这是我们的项目 第二项location 项目保存的位置 那现在我来写一个位置 我们新建一个 把它保存到哪儿呢 保存到这儿 来一个Mathedu 或者就来一个Math 放到这儿 接着来看 选择一下这个项目的保存位置就可以 这一盘的 Mathedu OK 再往下 第三项 内容呢 选择basic就可以 peerp的版本呢 我们选择的是 peerp的5.4 那一会儿呢 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也是安装的5.4的一个版本 点finish 好 一个项目就新建成功了 第一种方式 我们来看 如何新建一个项目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来做我们的课堂笔记了啊 通过我们的这个MandManager 所有用到的软件呢 我也会发给大家 首先写上一个peerp 环境搭建 环境搭建之后 第一步 想新开一个子的 按一个insert 写上一个 震子studio的使用 一新建一个项目 新开一个子主题 新建项目 你可以通过 右键new 右键 new 之后呢 起一个项目的名字 项目名称 以及项目的所在 位置 保存位置 即可 这是第一步 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来写 右键 new 项目名称 以及项目保存位置 选择的是这个 localpeerp project 好 第二步 你也可以这样 来看 也可以 file new 选择一个 peerp localpeerp project 同样也可以 你看到 再写成一个test 保存到哪儿呢 也保存到 这个下面就可以 Math 又新建了一个项目 两个项目 但是记住 新建完项目之后 我们第一步要干的事是 右键 右键这个项目 点正这个项目 右键之后 选最后一个 properties 属性 来设置一下 我们项目的编码方式 看到默认的编码方式 是GBK的 记住 以后所有和编码方式有关的 我们统一成我们的UTF8 所以说新建完项目之后 记住 先来改这个项目的编码方式 之后 再在这个项目中 来新建文件 或者目录 好 你看到 一个项目就成功了 成功之后 你看到自带的一个index.peerp 这样一个文件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现在呢 这个色太小 包括一会儿如何来改这个字体 改大小 都可以 首先 第二步 新建完项目之后 我们要干嘛 修改编码方式 项目的编码方式 统一成UTF8 右键项目 接着 properties properties 选中这个项目 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修改 来修改它的编码方式 记住 首先必须要选中 接着 选择编码方式 UTF8 这个项目的编码项目的编码方式 接着如果说这个项目 你今天错了不想要 右键选中这个项目 删除就可以 在删除的时候 首先看到 它会告诉你 把这个项目在词盘中也删除 如果你把它选中的话 这个项目真正的保存在词盘中的 这个文件 真正的也会被删除掉 一点OK 删除 那接着再往下 第二步 我们如何来设置这个项目中 这个文件的一个字体大小 同样的 在这点window 导航栏这点window 第一步 performance 之后选择general general下面有一个appearance 选择colors and fonts 接着选第一个basic 选择到最后 text font 接着就可以来选择 你这个字体大小 包括你字体的一个更换 都可以 好 OK 点OK 之后呢 你看到这个大小就已经变大了 接着在这边再写文字 echo hello world 看到这个大小也变大了 第二步 如何来设置我们这个字体大小 首先 window键 小一点 window键 设置字体大小 第一步 window 接着在performance 看到最后一项 performance 接着在general general下有个appearance 再往下 你看window键 window键 perforance general appearance colors and fonts basic 接着再选 再选text font 之后来修改字体大小 包括更改字体 再 ok 就可以了 之后 这个大小就真正的被更改了 这是第二步 你要完成的操作 好 第三步 如何来新建一个文件 首先呢 你可以看 新建一个目录 即文件 选择了一个项目之后 右键 证明在这个项目下 新建一个new new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有folder 包括有文件 有类 接口 等等 可以看到有这个普通的文件 css文件 html文件 xml文件 包括以后到项目的时候 像zf 真的framework 等等 包括测试单元 那现在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假如说想创建一个html文件 选中它就可以 选中它之后呢 首先看到这是文件的名字 写一个test 1 点finish就可以 新建了一个html的文件 但是呢 你看到这个html文件呢 这一块 它的dtd这一块 还是html 那现在我们开发呢 要不你使用html5 或者使用xml的 1.0的transitional的版本 所以说你需要来更改一下 默认的模板 好 像更改模板呢 同样的 来看一下 第一步的时候 new 选择一个html文件 选完之后呢 起一个名字之后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点finish 点next 点完next之后 来看 可以来选择这些模板 那这里边就有我想用的 我们基于这个 xhtml1.0的 transitional的版本来开发 但是你看到模板中 第一句话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说此时呢 你要编辑一下 我们默认的模板 点这一块 html的templates 找到我们要编辑 要使用的这个模板 1.0的transitional 可以edit 或者双击都可以 将第一行去掉 之后保存之后 OK 再OK 再选中它当作我的 末日模板 只有第一次的时候 你需要这样来设置 那以后每一次呢 我们都不需要再这样写了 好 你看到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这样一个html的一个页面 xhtml1.0的transitional的版本 当你下次再新建文件的时候 你看到 我就只用起一个文件名字就可以 点finish 这是你想要的一个模板的形式 我们第三步学会了 如何来更改一个模板 那新建文件呢 比较简单 就不用说了 那更改模板呢 同样的我们需要来写一下 html模板 首先在第一次创建这个 html页面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 起一个名字 file name 起完名字之后 点next 不要点finish 选中一下 你要更改的 你可以来修改一下 html的templates 选中它之后 来更改 来编辑 你想修改 你想使用的这个模板 那我们使用的是 xhtml1.0的transitional这个模板 那去掉里边的第一句话 选中之后点OK 接着再来选中这个 选中它当作默认模板 你就可以选中 插html1.0的transitional当作默认模板即可 OK 那下一次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再这样了 直接起一个文件名字 那点finish 它就自动的使用你更改好的这样一个模板 这是如何来更改html的模板 这一项也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这些文件呢 你说不想要了 想把它删掉 选中它们之后 右键 delete 比较简单的操作 删除就可以 看到这样一个文件 就删除掉了 好 现在你看到新建文件 都在哪呢 都在你这个mys下 mysedu 这是你新建的文件 记住 这个文件可以删 但是呢 这三项文件是不可以删的 这是你新建文项目之后 它自带的这样几个跟项目有关的文件 所以说这三个文件不要删除掉 那接着再用到其他的一些快捷键 包括使用方式的时候 我们在用到的时候再来说 首先先把我们这几项 大家按照我们的要求 把它安装成功 并且设置成功就可以 接下来再说一下我们的上课方式 首先我们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 我们每学一节 假如说学习PRP基础 那我会在这来一个文件夹 写成一个PRP基础 好 假如说叫PRP 接着在下面的第一部分 我们一个基础可能分为好多模块 假如说写成一个PRP1 PRP1代表第一个模块 之后在下面会有相应的一个 把所有的例子我们都会放到demo中 所有的例子都会放到这个demo中 那我们上课所做的例子 我也会在课下一起发给大家 作为大家练习或者复习的一个依据 这是我上课的一个形式 到第二次的时候 第二个模块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一个PRP2 这样的一个形式 也方便大家来查找 所学过的这些内容 这只是一个测试说了一下上课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的笔记也会发给大家 笔记刚才也说到了 就用这种XMand MandManager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会把它导成一个图片的形式 发给大家 或者一个PDF的形式 发给大家 方便大家来整理 包括查看 那其实大家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 也要学会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来整理我们的课堂笔记 因为你把这个笔记整理清楚之后 你的思路包括记这些知识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明了的一个情况 这是简单的一个工具的使用 好 那下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安装我们的PRP环境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